2002年,一部《人鱼小姐》横空出世,迅速走出韩国,席卷全亚洲。 剧中,金城铭饰演了高大英俊、成熟稳重的完美男人李珠旺, 不仅华丽地展现了自己的魅力,也呈现了温暖的演技。 而他与张瑞希组成的CP也是让人爱到不行。 当年,两人还一同斩获了最佳影幕情侣奖, 二人也因甜蜜的互动一度传出恋爱绯闻, 甚至有媒体直接曝光,金城铭当众是爱张瑞希。 但是金城铭与张瑞希却始终都未承认, 最终这段绯闻也是不了了之。 除了这段绯闻,金城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身世了。 1973年2月14日,金城铭出生于韩国首尔, 自幼在父母疼爱下成长的金城铭背负着父母的深切期望。 金城铭的父母希望能够将金城铭培养成一位出色的高尔夫选手, 而金城铭的内心却一直对演员事业有着向往与期待。 原来早在高中时期,金城铭就凭借着帅气阳光的形象在客余时间兼职做起了平面模特, 时常参与到服装广告的拍摄工作中。 金城铭最终被镜头所吸引,勇敢地迈向了演艺之路。 在成名后,金城铭曾这样说,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做演员,可是父母却把我培养成高尔夫选手, 但我觉得人生毕竟是自己的,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了我自己的理想。 曾在演艺道路上摸爬滚打的金城铭,做过电视广告模特, 担任过舞台剧团的演员,并在1995年参与了剧团新作的演出, 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钻研演技, 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让金城铭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2002年,金城铭在电视剧《坏女孩》中出演了一名配角, 而在拍摄《坏女孩》的期间,金城铭又被邀请出演《人与小姐》的男主角。 韩剧《人与小姐》里,除了女主角雅丽英, 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金城铭饰演的李朱旺了。 她阳光帅气的笑容,再加上略带青涩的演技, 将剧中人物刻画得唯妙唯笑。 因为此剧,金城铭顺利地收获了大批粉丝, 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朱旺君。 朱旺君成为了金城铭的代言词, 这也是观众对金城铭演技的广泛认可。 作为一个新人,金城铭的成功跟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是分不开的。 对待演艺事业的认真执着, 才让金城铭可以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 参与到这部优秀作品的演出。 伴随着《人与小姐》的大获全胜, 让金城铭的演艺之路也开始变得顺坦。 2006年,金城铭在电视剧《梦幻情侣》中出演《男二号》, 这部带有搞笑成分的电视剧将金城铭的喜剧表演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有在《钻石的眼泪》中出演了恶劣又残忍的反面人物, 这些作品无不体欠她作为演员的专业素质。 凭借诸多佳作, 金城铭也一跃成为韩国风头无量的当红男明星。 然而,就在她事业达到顶峰时, 金城铭却被爆出惊天大丑闻。 2010年12月,金城铭在家中吸毒,被警方抓获。 庭审中,金城铭表示, 自己因为患有躁郁症又不方便去精神科治疗, 所以自行使用了违禁药物。 同时,金城铭还说, 四年前自己投资失利, 加上抑郁症复发, 才开始靠这些忘记烦恼, 但现在自己真的已经知错了。 当红男演员一夜沦为尹君子事件发生后, 金城铭成为了人人抵制的对象。 2013年,还在缓刑期间的金城铭 迎娶了带她自己四岁的美女衙医李汉娜。 虽然女方是圈外人, 但是在当初因为恋爱三个月就结为夫妇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不少大众的关注的。 两人在首尔举办了小型婚礼, 然而婚姻生活似乎并没有给金城铭带来抚慰, 抑郁症依然困扰着她, 她的妻子透露她会经常酗酒, 望着窗户发呆。 2015年3月, 金城铭再次被爆出吸毒, 再次被警方逮捕。 2016年1月, 金城铭刑满出狱, 也是在这时, 金城铭的人生旅途走到了尽头。 同年6月, 金城铭与妻子发生了口角, 目击整个吵架过程的儿子向警方报案, 指认金城铭对妻子动粗, 但他的妻子和警方说, 没事儿, 只是口角上的争吵。 之后, 妻子提出离婚, 并去亲戚家暂避, 回家后, 却发现金城铭冲动之下, 用领带在自家浴室自杀。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后, 于6月26日, 金城铭被宣布脑死亡, 年仅43岁。 就在金城铭的出病仪式上, 曾与金城铭有过合作的艺人, 张瑞希, 韩可璐等, 均前往灵堂吊液。 在生活中, 金城铭拥有许多爱好, 他不仅热爱摄影, 还对棒球, 潜水等非常感兴趣。 平时拍戏空闲的时间很少, 金城铭就利用在片场的休息时间, 为工作人员拍照。 在一部戏拍完以后, 金城铭还会将拍摄好的照片, 洗出来寄给大家。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热爱生活的人, 却还是没有逃过抑郁症的折磨。 如今, 距离金城铭离世已经有六年之余了, 但金城铭所扮演的朱旺君依然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金城铭的家人履行了金城铭生前的愿望, 将他的部分器官捐赠给了需要的患者, 这是金城铭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迹。 在人铭小姐里, 雅丽音在卡拉OK厅勾引李珠旺, 让他唱《雨滴一直落在我的头上》。 金城铭那完美的身材配合着歌声, 真是让人心都醉了, 而现在只能再次为他的离去而叹息。 我们下期为他的离去而叹息。